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相信各位观众对四年一度的奥运都非常熟悉 但是你又知不知什么叫奥林匹克主义呢? 今集我们就和大家去看看 HKASAP筹办的奥林匹克主义体验营 让大家了解多些 作为国际奥委会地区成员之一 港协企奥委会一直积极提倡奥林匹克主义教育 所以他们联同香港体育学院 连续第三年合办这个体验营 今年总共有36位来自12个精英项目的 运动员参加 奥林匹克的教育上方面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也是整体奥林匹克的精洁所待 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程序 让一群运动员大家集在那里 应该三天两夜在那里 大家在互动地来探讨这个问题 让他们啟发到他会走着我们 刚才所说的一个 Excellence, Respect and Friendship 即是超着的技能 然后再有他这个友谊 然后再有尊重 在体验营里面 36位年轻的运动员 分成三组进行各种的活动 包括讲座、团体游戏和分享会 每组由一位年资比较丰富的运动员 都不知道什么叫奥林匹克主义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 平时香港的运动员都忙于训练 未必知道奥林匹克主义的精髓 所以HKASAP已经连续第三年 举办奥林匹克主义体验营 让各位运动员了解多些 在这个三天两夜的体验营里面 运动员学到很多和体育有关的知识 包括奥林匹克主义 面对传媒技巧、金药知识等等 无论是年轻的运动员 或者是神经百战的运动员 都获益良多 其实我们《华伦风法》 其实都是一个人的行目 而今次奥委会 真是给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带领12个运动员 参加这个奥林匹克主义 而在当中我学到 就是怎样可以和队员沟通 我们年纪都不同 所以他们都很相信我 所以在这个比赛 我觉得很大的得罪 就是我拿到很多自信心 就是在年轻的运动员 是怎样看我们这些老一辈的运动员 有一个活动 是攀过一个3.6米高的高场 那我个人就有少少畏高 我就要很相信我的队友 他们都会去帮助我 才可以攀过这个高场 这是我最难忘的 除了进行团体活动之外 36位运动员 还分成更快更高更强三组 来到构思短剧 在体验营最后一日表演 当中更快组 就利用组长郑国辉的真人真事 作为题材 我们刚才的表演主要是想表达 因为我们的队长郑国辉 我们的队长郑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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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他的成长路程 以及他的运动员生涯 很配合今次的奥林匹克主义 所以我们就选了他这个题材 来表演 我们进了这个营三天 我们排了一个话剧 就是两天的 每一晚都排到差不多两三点 第二天六点就要起床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累 但是我们排的时候 都不会有 一个人会有任何的怨言 大家都很有效率 合作 一起很快地 就完成这件事 令我印象很深刻